- 便宜食品 大家好 便宜推出新的一系列的產品 然後我們這系列是戶櫃 那其實戶櫃從最一剛開始的一些傳統小事 應該大家都要鼓勵過程 那會慢慢的有一些連鎖系統的音頻會放在裡面 或者是直接向你 用這種方式呈現這種新產戶櫃的感覺 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便宜跟傳統戶櫃的差別 傳統戶櫃的話 一般的時間去讓它鼓勵之後 然後冷卻70塊 其實就一般操作上面算是很簡單 但是它的確應該很寬充 它也不含那麼多糖分 那它在操作上簡便之外 它的保護就是有 因為一般的話就是這樣就要吸紋病 然後放久之後會電膚慢慢的老化這樣 那其實老化除了對於頭感上的差異 有一點點可能沒有那麼的粗彈 那另外的話 就是顏色看起來的透明度就會比較差 那提依推出這系列的一般 就是我們除了有添加原本的那些電膚是透明化之外 那另外我還添加了多種的膠品 然後穩定它的結構 那它延長它的使用的效期 那當然的話還是建議當天操作 當天使用是這樣的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目前推出的一樣 它就是最常看到的 用織紫黃藍色的黃色 那我們本身並沒有用織紫黃去做 去做顯色 因為考慮到它的穩定性的問題 那我們一般是用這個數去做調整這樣 那另外一支的話是黑糖 那還可以看到就是比較大一點咖啡色的 淺咖啡色的這個部分那是黑糖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 因為外面的黑糖它會顏色比較深 那其實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我們是用鹽水 就是台港的鹽水黑糖 它是沒有添加那個香藥的色素 那如果覺得說那顏色不夠深的話 其實可以額外加黑糖漿在裡面去做調整 那其實顯色就跟外面是一樣的 或者是利用我們製作完之後再黏在上面 那是OK 那你們比較推薦給大家 是我們出一款就是比較透明色的 它沒有淡一點的顏色 它是可以方便客戶做各種運用的變化 那今天呈現的就是有加 比如果汁 葡萄汁 然後紅蘿蔔 然後這個是一掛葉 一掛葉的顏色 然後還有柳橙汁 去做呈現各種不同的顏色 那其實整個擺完下來的 那格式上的效果很好 那你可以額外去淋淋糖漿 或者是一些熟的耳洞 或者是直接沾起來去使用 那是OK的 那如果說像一些比較傳統的做法 它可能放在冰上面 一剛開始會覺得有Q彈的感覺 那放久之後 它其實顏色開始變故了 那老化 慢慢變成老化之後 口感就沒有像一剛開始的那麼的Q彈 那因為我們田一有做改良 改良之後 其實你酒是在冰品上面 其實它口感變化並沒有那麼大 那也有可以像什麼外帶的模式 就是能給客戶 各選三的顏色 價格故意 讓他們好像有增加一點樂趣 那又再加上就是顏色更是天然的 用利用脖子去戴 所以算是 一個滿好行銷的一個手法 就是視覺上效果都不錯 那整個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沒有利用在冰品 那其實我們測試過就是 利用這一支的粉體 去製作出來的烏會 如果加在冰液裡面 其實它的口感 並沒有像是說的連鎖系統那種 烏會的動力那麼的好 那其實他們應該也是用一般的 回弄這樣去做的呈現 那如果說 你們想要在冰品上面 呈現效果的感覺的話 我們也有推薦我們其他腳底 其實做起來 仿製起來的效果是 就跟它一起 那雙手霧會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他剛剛就剛剛搭鼠 就是利用墊去做壺畫 那天液的做法其實也是一樣的 一般我們會會希望 就是比如說 紅蓉粉 我們大概的 冷水的比例大概 就第三點多 那一包完整的中央14.2公斤 它可以大概快要到10斤的水 那建議操作的話就是 先拿一包的粉 對一半的潮水交換均勻 那剩下一半的水的話 就是取肉水 那再把剛剛攪的那些 容量倒進去之後 快速攪拌 讓它完全到壺畫之後 就可以停火 那這邊比較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畢竟主要點頭 還是利用速度用來去做壺畫 那它的圖畫溫度大概在75到80度 有 所以它其實溫度也算是蠻高的 不像是它膠底屏 有一些在這過程中 就已經可以弄解 所以在操作上還是要注意 就是避免燒解 那用完之後之後 我們會就是評估在一個鐵盤上面 一般傳統的鐵盤會比較高一點 那它可能在切的時候 就會一份一份這樣切起來 有個厚度它其實比較好的部分 那我們小量試做的話 我們是用比較淺一點的鐵盤 那放進正中裡面 大概15分鐘左右 那如果說你選擇像那種傳統 我們在使用的那種比較高一點的鐵盤的話 你必須要延長一點時間 你要發現就是整盤的顏色 都已經接近到完整一致性 並沒有一部分還是護狀 一部分又是透明的 那這樣的話就是時間還不夠 你要增到完完全全 因為整盤的顏色是一致的 那就可以了 那冷卻 拿出來冷卻之後 就可以開始切 那這邊要比較 要除了一些小技巧 畢竟它本身整塊是用澱粉去多浮化完整 它如果在遇到冷空氣的時候 表面可能會形成一點 像一個比較硬的一層皮 那它切下來的口感就會有差 因為可能裡面還是軟軟Q的 但外面那一層又有點帶一點硬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 粉去完之後 直接加水之後保存 就是它上面有一層水 那你在切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沾黏 那我們陸陸續續會再開發 各種不同的風味的風櫃 除了說 建議大家自己額外煎價 像果汁啊 或是蔬菜之助 調整顏色之外 我們還是會試一些像 就是茶粉系列的 它很適合搭一些冰品 或是一些甜點 那歡迎大家隨時就是 注意我們 甜意的往往 我們陸陸續續會推出 各種新的產品 謝謝大家